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在意 记忆真的为你爱情 我很珍惜 所以我选择把所有感觉都 藏心里 血和风浮模糊了胆愁 看不清 你会不会偶尔投入在心的念头 不可以对你受离别 可以潇洒挥挥手 你不要再为我原地灯火 沉默在风转 月一段视线又灵芯 承诺没有许下 就当我不爱你 你真的为你爱情 我很珍惜 所以我选择把所有感觉都 藏心里 但风 我们两个终于可以真心对真心 夫妇何求 还有 你跟陆小凤一刀两断 陆小凤还会帮你寻找金药和第三名家臣吗 王爷放心 虽然陆小凤此人无情无义 但太后和王爷的命令他不敢不从 还是会继续寻找 所以只要能够找到最臣上官墓 再派陆小凤去寻找金药和铜心轴的下落 早日打开宝库 我就能为王爷解忧了 上官墓 可陆小凤说 霍修就是金鹏国的上官墓 不是 霍修根本就不是上官墓 上官墓逃到中原之后 变化名为 穆清风 让开 让开 怎么回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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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看的 别看了别看了 让开 说你的 犯什么事啊 统领大人 统领大人 把席子拿开 是 我修被打死了 霍修死了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太后 我也是刚刚知道此事 不知道谁杀的 您确定霍修真的死了吗 放肆 哀家说的话还会有假吗 不 霍修的武功高深莫测 杀死他 怎么会那么容易 你说金药在霍修手上还把他逼走 现在霍修他死了 你还到哪里去找金药 皇帝的病已经脱不得了 如果霍修是被你冤枉而惨遭枉死 你就是凶手 见哀家重用他 就非得 非得要把他逼走 他的过失可以秋后算账 先把金药找出来再查他也不迟 现在他死了皇帝怎么办 龙小凤 哀家要治你的罪 太后 霍修致死不可小觑 您仔细想一想 霍修一直声称可以医治好皇上 但他用的方法 一向都治标不治本 不但如此 霍修还用奇门艺术蛊惑太后 用的也都是下三乱的手段 如果太后您 真把霍修留在皇宫中 那岂不是引狼入室 可是 霍修致死发生的突然 是谁杀了他 用什么武功杀的 恳请太后 多给我些时间 查明霍修的死因 再次定论 陆小凤 就此别过 快去忙你的事吧 来 这是要治他的罪呀 怎么反而被他给上了一刻 姑娘 姑娘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姑娘 你觉着好些了吗 你是谁啊 你忘了 我们见过呀 你还叫我大伯呢 大伯 是大伯 这里是你家吗 哦 哦 这儿不是我家 这里是 德王府 德王府 姑娘 小心点啊 你的伤还没好呢 我怎么会受伤的 姑娘 我杀了 我杀了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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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我杀了我的仇人 姑娘 姑娘 你话慢慢说 别这样哭啊 这样会哭坏了身子的 姑娘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霍修 她的确是死了 昨天要谢谢你 要不是有你在 我也打破死她 少主 楼主既已归天 请您监顺便 胡说 楼主功那么高 她怎么可能会死呢 少主 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 现在本门群龙无少 我们需要您出面 以解决不必要的危机啊 你们干好自己的事吧 都不要再来烦我了 滚 滚啊 是 他把财宝都藏在哪里了 这老东西 我一定要找到密室 拿到金子 你们这是干什么 阿信姑娘 这些衣料都是沐将军 吩咐我们给你送来的 你好歹也选两事吧 沐将军 就是带你回来的大将军啊 原来他是个将军 我有衣服穿 我不用选了 更何况你们这些料子 都花得跟泥鳅似的 我怎么飞檐走壁啊 我真的不需要 你们都拿回去吧 阿信姑娘 将军 好 阿信姑娘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一个大姑娘家的 居然会不喜欢这些绫罗绸缎 我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阿信 我的女儿如果还活着的话 应该和你一般大呀 沐将军 您觉得我和您的女儿像吗 当年我可爱的小女儿 就是被霍修手下杀害 我看到你就想起了她 你们的神情很像 这些就当我的一点心意 既然是心意 那我就选一块 太后召佑进宫 说霍修死了 昨天晚上被人打死她 什么 你不是说连你都打不过霍修吗 谁还有这么大本事啊 她厉害个屁啊 比她厉害的人太多了 她也就是胡子多了点 别在背后骂我 有本事就当着我面讲 吃东西呢 看着你我会吐 好了 说完正经事让你们再查 这件事情太后不会弄错吧 我问过太后 宗人府正在展开调查 说有人在街上 发现了霍修的尸体 就立即送到宗人府 宗人府的消息不会错 当然是真的了 没错 霍修是我杀的 你凭什么 就凭你那几个铁华 你是不是哪不对劲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我大伯 我杀霍修的时候 他也在场 你不是说你举目无亲吗 怎么好端端的 又跑出一个大伯来 我大伯叫穆清风 是本朝的大将军 他很感谢我帮他一起 杀了他的仇人霍修 这身衣服也是他给我的 再说了 我拿谁开玩笑 也不会拿天松 还有我桂花娘开玩笑 然后已经是僕俩ılmış entendeu 最好吃的 以后呢 你才很搞定 找我 心儿 我和这帮兄弟们都很想你 各位 桂花娘的大仇已报 我也尽完了我做教主的责任 其实我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教主 不如从今天起 解散地与人间 你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阿贤 当初桂花教主把所有的功力传给了你 就是希望地与人间代代相传 我们大家在这里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 彼此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如果有人想退出 我不会反对 我也不会阻止你们 但是 我自己首先表态 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阿贤 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 但是你要记住 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我和我这帮兄弟们 永远听从你的召唤 谢谢 你说 沐清风可能是上官木 你是怎么找到证据的 王爷 我已经确定沐清风就是上官木 前些天 我进程偶然看到上官木 他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 我一眼就认出他不会错 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沐清风身份显赫 我们可绝对不能弄错呀 金鹏王朝覆灭之后 听说他到中原参了军 之后就杳无音讯 前几天我认出他之后 就一路跟踪 竟发现 他进了德王的府邸 后来我打听到他就是大将军名叫沐清风 怪不得之前便寻不惑 但据本王所知 沐清风在二十年前 就被赐封为征远将军 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三岁 怎么可能就是上官木呢 如果照这样推算 上官木岂不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金鹏王朝的重臣了 王爷有所不知 上官木与我同宗 他家是世袭王爵 我父王说过他在金鹏围观时就很年少 我们王国时他确实只有十几岁 王国之后他逃往中原 改名换姓为沐清风 既然名字都能改 更改年龄易如反掌 可是要指证 沐清风是更改身份的金鹏家庭 推测是不行的 要不让大理寺查查吧 王爷要等大理寺查 都等到红年马月去了 这隐瞒年龄 篡改族谱 攀青搭轨 像王爷这样的正人君子肯定不会做 但上官木一定会做 王爷要赶快拆穿他 可是丹风 沐清风是德王府的贵客 没有足够证据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 王爷 谁是上官木 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 上官木手头掌握金药和铜心轴 您绝对不能因为不够证据 就让真正的上官木从此逃之夭夭 本王明白了 王爷 如果您心中确实没有把握 不如您带我去德王府再辨认一下 我要当面质问他的罪行 他一定会露出马脚来 皇兄 皇兄 既然穆将军离开府上不在 那小弟有些话就不妨直问 穆将军他在投军之前是何来历 又是如何得到先帝赏识的 还有 穆将军 穆清风与本王是生死之交 他的来历我一清二楚 丹凤姑娘 你与穆将军并不相识 你怎么会如此针对他呢 德王爷 若真是不相识 那么穆将军为何要躲着我 避而不见呢 嗯 皇兄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正是这个穆清风 杀死了霍修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会不知道 小弟只是担心 这件事 会给皇兄带来麻烦 什么麻烦 说来听听 皇兄 你也知道 这个霍修身上有重大疑团 他在皇宫里兴风作浪 还有线索指向他他有金药 太后不杀他 是要放长线拿到金药 可是穆清风 竟在这个时候杀了他 母后难免会起疑心 怀疑穆将军的真正企图啊 还有您 穆清风是您的生死之交 在您府上奉为贵宾 他手上持有兵权 任凭谁都会怀疑这件事 都是由您在幕后一手操控的 王爷 之前我说 我此次进京是有些私事要办 指的就是杀霍修啊 为什么呀 当年霍修逃难 被穆家收留 他见利妄议 害死我一家老小几十口人呢 如今 我得知他在京城 当然要报仇 幸得在我有生之年 能报此大仇 真是冤家路窄啊 穆将军 您对那个霍修就是千刀万划 我绝不拦着 可是你为何偏偏在这个鸡骨眼上 非王已经到我府上来威胁我了 他一定会跑到太后那儿搬弄是非 就算我浑身长满了嘴 我也说不清楚 王爷 您大可放心 我会进皇宫 向太后如实秉明情况的 不会让此事牵扯到王爷您 我大仇一报 穆清风死而无害 不 我不会让你受到奸人所害 成就大业 我们还要互相扶持 好 女儿红 这不是陆小凤最爱喝的酒吗 阿世音姑娘 真没想到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竟然喜欢这种烈酒啊 我才不喜欢喝烈酒呢 是陆小凤喜欢喝 不过说真的 服装这台女儿红真的很好喝 我走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带走啊 可以啊 你想带多少都行啊 不过这个陆小凤是你什么人啊 陆小凤是和我关系很好的人 哦 不过不是您想的那样 总之我也解释不清了 您就别再问了 好 那咱们不说陆小凤 随便聊聊天 来坐 阿世姑娘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的家乡在哪里啊 那您先回答我的问题 好 你问吧 您认不认识上官慕 阿世姑娘 霍修她就是上官慕啊 难道姑娘你不知道她的身份吗 霍修是上官慕 嗯 真的吗 陆小凤的怀疑果然没有错 她真的是上官慕 没人比我了解她 以前她相貌俊美 不过她做的饿是套 太多 怕被朝家追杀 就改变容貌 把自己变成胖子了 桂花娘也不知道她的来历 桂花 那就是霍修后来的妻子啊 霍修以前也有妻子吗 是啊 霍修带着发妻逃出了金棚国 发妻不幸病逝 随后霍修就娶了桂花为妻 却不知为什么 她毒死桂花的孩子 两个人犯牧 势不两立 您有证据能证明 刚才说的话吗 我家乡存有大量的证据 足可以证明 所以您是最能威胁她的人 沐清风二十三岁时 与德王爷并肩作战 被先帝封为远征将军 这个一查便知 我托人查她少年的事 居然查到极歌版本 有人说她来自金棚王朝 后来参军 也有人说她本出生于富户 奸人所害 被迫妥比从容 霍修和沐清风 大打出手就是因为 沐家当年的命案 您先听我说完 我查到沐家收留过一个逃难的少年 此人来自金棚王朝 后来败为义字 终于靠谱了 霍修就是那个白眼狼 没有错 霍修才是那个金棚人 终于有证据证明大波清白 明明是有人诬赖她 我这就去告诉大波 丹凤真说沐清风就是上官木 从年龄和前史上分析 她肯定不是 既然她与霍修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让阿信去问沐清风 也许会有收获 没错 最了解一个人未必是她的朋友 而是她的仇敌 可惜了霍修已经死了 昆佑霍修的死有很多蹊跷之处 你想想看 霍修死的时间太巧了 像是故意找死似的 此在沐清风回来的时间 你还要进去帮我打听 我想了一夜 丹凤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就来个先斩后奏 私下把这个母亲封给请过来 然后想办法问个清楚 对啊 最好能让我单独见见她 看看能不能和记忆中的上官木联系起来 如果确定是她 就把她扣下 让她拿出金药 这样皇上得救 我也能替金鹏王朝 以及我父王找到最后一名家臣 了缺了她的心愿 丹凤 你记住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一定会为你完成这个心愿 王爷 你对丹凤真好 既然你我情投意合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丹凤都会与王爷融入与共的 得你厚爱 夫妇何求 丹凤 你相信我 等我处理完这些烦心的事 就去求太后赐婚 我要让你结束这 流离世所的漂泊生活 给你一个家 让你从此不再受保 王爷 你不需要发誓 我当然信你 丹凤愧对王爷 曾误入歧途性的高人指点悬崖勒马 才得以与王爷坦诚相见 你放心 我永远都不会辜负你 多谢王爷 云儿 这就是当年孙殡和庞娟最著名的一战 从那以后啊 孙子兵法就一直流传至今呢 爹 云儿明白 还有啊云儿 不得音循守旧 没守成规啊 大伯 我来看你了 有 阿信姑娘 快来快来 阿信姑娘 你是来看我的 嗯 阿信姑娘 这是我的儿子 云儿 这是阿信姑娘 阿信姑娘 难怪跟您长那么像 穆将军 您能不能把获休证据交给我 阿信 为什么突然要证据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您最近一定要当心 卫王爷和他的未婚妻担奉 等有时间我再慢慢和你解释 阿信 我和卫王 还有他的未婚妻 根本就没有过节啊 我想他们不会胡乱加害我的 不过你这么担心我 我非常欣慰啊 我们两个可真是有缘分 阿信 我享受你做我的女儿 好啊 我很乐意 我早就想有个爹 能天天和你儿红 哈哈哈哈 您要记住我的话 另外还有一件事要问您 好 你说吧 您认识的上官牧除了五雷掌 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奇特异迹 沐将军 王爷有要事 请您马上到前厅商议 知道了 是 据我所知 他还练成了龟西大法 改天找个时间 我把他以前的事 全部仔仔细细地告诉你 好 但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云儿 爹 替我去送送阿信姑娘 知道了爹 阿信姑娘 请 王爷 丹凤姑娘 你们特意过府请我 我沐清风真是有些受处若惊了 请 好 今天冒昧通过德王兄 邀请沐将军过府一句 就是想解开一些小误会 还望沐将军不要见怪啊 哪里 王爷您言中了 既然误会已经说开了 那就不是误会了 正好借此机会 互相了解彼此 说不定有多一个新朋友 岂不快哉 沐将军常年镇守边疆 王爷府上几个厨子 都是南方人 之前我们还担心 做的菜不合您的口味 好 哪里啊 丹凤姑娘 好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饭菜 沐某多谢款待 沐将军 只要你喜欢就好 这么说沐将军祖上在江南啊 祖上乃是江南晖州人士 原来沐将军 果然不是金鹏王朝的上官牧 王爷 为何您竟会认为 我是上官牧呢 难道沐将军不是吗 哎 丹凤姑娘 你实在是搞错 上官牧是祸修 不是我呀 如果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又怎么敢胡说呢 沐将军 你不必惊慌 刚才你所服用的 只是普通的文汉洋 只不过让你暂时失去力气 等三个时辰过后 药消一失 自然会恢复你的自由之身 你们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本王没有别的意思 只想让你交出金药 跑去皇上 荒唐 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 金药是什么呀 事到如今 沐将军就不要装傻了 你们如此虚口本人 到底是何妞 原来霍修会归西大法 那他就会假死 我就觉得霍修的死 没有那么简单 那 那 这边这边 是 开关 火修是假死 火修没死 火修没死 非烟 我好想你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我躲到衫了 不愿意 不愿意 担心 你也喝点酒 喝得不早啊 你和飞燕之间 不愿意 不愿意 你也喝点酒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能不能帮到你 我欠了他一笔永远偿还不了的债 我期盼他会回来 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 你好好地等他总归回来的 老兄 我也好不了多少 陆教凤和花满楼同病相连 被情所困无法自罚 来 不说那么多了 你那边进展如何 说来也奇怪 自从霍修被那个沐清风打死 所有的线索都仿佛断掉了 魏王爷带着丹凤姑娘去找太后 他也宣称沐清风就是上官木 沐清风是朝廷重臣 朝廷对他的底纪 应该非常清楚 但他为什么 去太后那里立正此事 除非是丹凤 一口咬定沐清风就是上官木 对 丹凤姑娘是金铜王朝的遗族 只有他的指认 魏王爷才会深信不疑 根据之前找到的种种证据 可以证明我们没有推断错 霍修就是上官木 我只是觉得霍修的死很可疑 我想不通 沐清风是霍修最忌惮的人 可他一出现霍修就死了 还有丹凤 他行为很反常 可以前判入两人 如果丹凤姑娘受了定魂伞的控制 三日之内必须要服解药 否则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可是这霍修已经死了超过三天了 是谁在给丹凤姑娘送解药呢 所以我也不推测 陆小凤 你果然在这里 我有个重要的发现 霍修他没死 他的棺木里面是空的 他果然是诈死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 他一定知道沐清风是进京寻仇 所以才假死 不对 老本娘查出有人故意放出 混淆视听的信息 霍修想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嫁祸到沐清风身上 然后再借王爷的手 除掉沐清风 从而彻底摆脱 我们对他和金药的追查 沐清风亲口告诉我 霍修会归西大法 糟了 刚才在德王府 魏王爷把他给请走了 我根本来不及阻止他 快 我们立刻去魏王府 报上 我在这儿找你 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昏真诚的 可是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是上官木 还 还 还大妈自己太过精心 被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放倒 其实本王把他放倒了 就是想告诉他 本王如果想要他的性命 易如反掌 我没有这么做 只不过想提醒他 把实话说出来 就是啊 只要他老老实实地交出金药 皇上一康复 王爷 您自然一定不会为难他的嘛 王爷 陆大侠 听说沐清风在您府上做客 是啊 本王把沐清风请到我府上来 小酌了几杯 没想到他不胜酒力 已经醉倒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本王已经安排好了 他在乡旁休息 没事的 二位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王爷是个爽快人 我就只说了 在下猜测 王爷是不是认定 沐清风就是上官沐 王爷您搞错了 沐将军不是上官沐 真正的上官沐是霍修 他是炸死 他现在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本王的人查得清清楚楚 他的确已经死了 王爷 他杀死了我所有亲人 我比任何人都想杀死他 我打开他的棺材 里面空空如也 由此可见 霍修必然精通归西大法 他假死 把我们都骗了 龙非 王爷再陪人去查 是 王爷 霍修假死 是为了把我们对他的怀疑 转移到沐清风身上 丹凤说过 这沐清风就是上官沐 丹凤小的时候见过这个人 印象深刻肯定不会认错 所以本王才把沐清风请到我府上来 于是丹凤和王爷认为 沐清风的确是上官沐对吗 对 王爷我跟您说过 丹凤是被霍修的药物所控制的 你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呢 阿信姑娘 你不要因为丹凤疑情于我 就妄自推测他是被人操纵 还有陆大侠 我理解你的心情 也知道你和阿信姑娘 同仇敌忾的原因 不过感情的事情 不可以勉强啊 比起我来说 王爷的确是更好的归宿 只要您能够真心的对他 我再也就放心了 绝不强求 没用 我要是你 我肯定抢回来 杜大侠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朋友 王爷 我想去看一下沐清风 能否行个方便 你 沐将军 对不起 果然是误会一场 我现在来给你送解药呢 原来王爷家的消防是在这里啊 不过你们放心 慕将军肯定已经醒了 慕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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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将军醒醒啊 慕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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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啊 慕将军竟然死了 刚才我还让农妃看望他来着 死了 不可能 慕将军 我还没有来得及汉定生义父的 你怎么能死呢 慕将军 慕将军 檀 frei 坐下 uks但军 丹凤 就是那个丹凤 丹凤 阿信姑娘 你开什么玩笑 这么大的事情 她不会私自做主的 我要去问清楚 为什么杀我义父 阿信 他杀了我义父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霍修控制了丹凤 如果你要报仇的话 应该找霍修 丹铁山死前 喊的是他的名字 我看到他杀了独孤一鹤 照这么说 在死之前 他就已经被霍修控制了吗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他从走到尾都是在骗你 丹铁山死的时候 丹凤受伤住在皇宫 多孤一鹤死的时候 我们刚刚从金凤王那边 赶过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 如果他真的是个 凶财的杀人狂 我也不会原谅他 阿信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查清楚 阿信姑娘 慕将军是死在我的府上 请你稍安勿躁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查得清楚 好 你们都爱他 都为他开脱 我自己去问清楚 阿信 陆大厦 我也没有想到 这么长时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既然阿信姑娘口口声声说是丹凤干的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找丹凤 你好给我做个证 什么 你们都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丹凤 可是阿信姑娘一口咬定就是一样 王爷 您难道情愿相信他信口雌黄 也不相信我吗 我是恨上官牧 可是我不会杀了他呀 丹凤 为什么你一口咬定 穆清风就是上官牧 他的履历还有年名 都和上官牧 根本对不上 这个问题 王爷也曾问过我 可是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 金鹏王朝的历史 上官牧这个人 英勇善战 从十七岁开始 他就可以带兵打仗了 可你不觉得 这样解释太过勉强了 他少年得志 战功卓运 才二十出头 就成为金鹏王朝的重臣之一 他逃到中原为官 应该是二十九岁 是穆清风杀了我爹 拿走金鸯 他还杀了霍神医 丹凤是在自说自话 你仅凭推测 就只证一个将军 阿信亲自去看过霍修的坟墓 发现霍修并没有死 是吗 一边阳光 照不出美满 一点乌云 遮不住爱上 不灵不离 我们想漂浮在海洋 一把木枪 撑不到彼岸 一滴眼泪 模糊了月亮 看看这个世界 总是缺缺一些方向 我们的爱差一点 就能却多一点 怀疑要分开的区别 再退一点 再退一点 这悬崖 未擦陷 要怎样才能破线 再退一点 再退一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